香港經常被人說是文化沙漠 但其實有不少香港人都喜歡欣賞舞台表演 好像畫劇和音樂劇一開始賣票都會被搶購一空 不知六百多年前的中國又是怎樣呢? 當時就興起了一種對中華文化有著深遠影響的藝術表演 坤谷 今集到在人間,我們請來一位嘉賓 和大家介紹一下坤谷的歷史和特色 歡迎我們今天邀請到的嘉賓就是身邊的迎金沙老師 老師你好 你好 老師教學的層面,學生的年齡層很闊 從小到大都有 而老師教授是一個很專門的藝術 更加是中國傳統文化 老師,到底你是教授什麼呢? 我現在在香港演語學院中國戲劇學院 做老師 我自己學的劇種是昆曲 原來是在浙江昆綠團做演員 從小是在杭州學的戲 既然老師從世和昆曲那麼有緣 也有很豐富的演出經驗 我現在要把握機會請教老師 其實昆曲的起源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大概什麼時候開始? 昆曲是中國戲劇的百戲之族 起源於原木明初 發源地位於蘇州府的昆山縣 現今就是江蘇省蘇州市的昆山 昆曲主要流傳於蘇州、杭州、上海、無錫、長州和邵新一帶 魏良福是明朝嘉慶年間結出的戲曲音樂家 也是戲曲的歌星家 昆曲的男曲是他創作的 他是詩族 對昆曲水魔腔的唱腔藝術發展 他做出非常大的貢獻 從明代末年是昆曲發展的鼎盛時期 新劇不斷湧出表演也日趨成熟 其實在香港和嶺南一帶 有不少人都會欣賞到粵劇 但其實對於我們一般的觀眾來講 京劇、昆曲、粵劇 根本都不是很分到哪樣打哪樣 老師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昆曲和其他主要的分別在哪裡 目前昆曲、京劇、樂劇都被列入 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現在來講講它的不同 比方說我們講唱腔 那麼小聲的唱腔 京劇的小聲唱腔 它完全以假聲唱法 那麼樂劇我們叫它平喉 紫喉是花淡 平喉是聲 那麼它平喉唱法 它都完全是用真嗓子唱 比較洪亮 也富有雌性 而昆曲的小聲是用真假嗓子結合 比方我們就說大嗓跟小嗓 一起唱它的唱法 那麼花淡 我們講花淡樂劇的紫喉 它是比較高亢 也比較尖的 比較尖銳的 它也有派別 有紅派 叫紅腔 有方腔 比方說它有馬腔 馬世貞 那麼也有虛腔 那麼我們京劇 也有分派別的 比方說四大名派 有那個梅蘭芳 陳彦秋 尋惠生 還有尚小雲這樣 那麼當然四大虛生也有 我們馬派 瑜派 嚴派 所以很多不同的 但是唯獨昆曲呢 是沒有派別的 它是非常嚴謹的 所以非常規範 那麼在服裝上的區別呢 我們講的就是 樂劇比較華麗 它的服裝呢 比較鮮豔 在方面比較濃 那麼 都搶眼的 對對對 非常搶眼 比如它以前有豬片 有食品 那麼京劇呢 它跟昆曲的服裝呢 都是屬於比較淡雅的 它的製作也不一樣 比如說它是用我們的絲綢 比如說我們就是我們的皺斷 然後加上那個蘇繡 繡工也比較清淡的 所以呢 在化妝上也是比較偏於淡的 那麼樂劇是比較偏於 你看三白 額頭啊 鼻樑啊 下巴它比較白 這裡就比較紅 那麼昆曲呢 就比較偏於自然色 那麼在音樂上的差異也很大 我們京劇的講 我們講的廣東話叫頭嘎 我們京劇的那個主弦樂 是金虎伴奏 那麼樂劇呢 它是以高虎來伴奏的 那麼昆曲呢 是講用昆笛 那其實昆笛呢 和普通的笛子有什麼不同呢 老師 那麼昆笛呢 它是比較低沉的 一般我們的明樂的笛子 會比較高亢的 也比較沉穩 所以吹上去會比較悅耳 沒有那麼尖 其實講起笛子呢 是不是每一套昆劇呢 都會有現場的伴奏 老師 對的 因為昆曲呢 是屬於江南雅樂 它的主要伴奏樂曲 除了昆笛之外呢 因為昆笛的聲音非常婉轉 還有昆笛啊 其他的樂器我們有分兩大部分 一部分是裸鼓 還有一部分是絲管 那麼就是我們講的 主要是裸鼓呢 有古板啊 有鬧伯啊 有小裸 有大裸 這四樣 什麼情況之下就用這種 舞場 就是舞戲演員要演的 多數會用這些裸鼓的比較多 那麼文戲呢 最主要還是一個古板 還有一個手上的那個板 那麼這兩個板是用的比較多 就是大節奏的 那麼它的樂器呢 最主要是除了昆笛之外 還有聲啊 也有蕭 你想蕭的聲音多好聽 是吧 琵琶 二胡 所以這個結合起來 他們的聲音是非常悅耳動聽的 那麼通常一般的樂隊呢 那個人數是怎樣的 這有分兩大 比方說演一個大戲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到12個人 那麼 那麼樂隊除了四個裸鼓 還有八個樂隊 那麼如果是小型的 我們是小分隊 小樂隊的話 其實一個笛子 一個聲 一個琵琶 一個二胡就已經夠了 嗯 非常之優雅 甜靜的樂器 沒錯啦 那麼其實呢 每一個昆曲呢 會不會都好像我們現在 現代看一下這個電影啊 電視劇啊 拍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個劇本出來了 是不是昆劇都是這樣呢 昆曲的劇目呢 它是非常豐富的 可以感受到深厚的那個文學之美 和詩詞之美 就我們普通去看一個劇本 你都會感覺到它那個劇本 就你想像中都已經是很美了 因為它的文本呢 都是來自於明清傳奇 這些傳奇呢 就是繼承了唐詩 宋詞 圓曲 你想這個我們中國傳統的這些唐詩多美 是吧 可以舉例跟我們講幾個故事 好啊 那麼我舉幾個例子 比方說經典的昆曲劇目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湯賢祖的牡丹亭 然後有紫拆記 那麼紫拆記 剛好今年 也不是 就是16年的時候呢 我已經參加了這個香港 那個中國戲曲節的演過這個紫拆記 那麼紫拆記對香港人來講也是非常熟悉的 因為任劍輝白雪鮮艷的紫拆記 已經是紅遍了大江南北了 是吧 那麼高蓮的御簪記 也是我準備要在台灣也演過 今年我們也會在香港演或者去北京演 那麼這個御簪記大家都很熟悉 陳廟長啊 潘壁鎮的這個戲也是 是一個道教裡面的一個戲 那麼洪生的長生殿呢 像楊貴妃啊唐明皇這個戲 也都是那個年代的戲 所以這些都是明清時期的文學巨匠 所編寫出來的劇作 非常有才華的大文豪寫的劇作 那麼他們的作品啊 能夠流傳到今天呢 被我們奉位經典 就是永遠不休的感覺 那麼就證明了我們這些 非常有實質的價值 其他劇種的劇目都移植了我們這個 昆曲的這些劇目 因為這些劇目都是從昆劇把它改編 是嗎 那老師不如跟我們舉幾個例子呢 那比方說我們香港的著名的編劇家 唐迪生先生呢 他把那個牡丹亭跟紫差劇 改編成樂劇 我們的任劇會擺出一些 非常成功的上演 然後紅遍相將 所以這些劇目啊都是 從我們昆曲的劇本改編過來的 那老師剛才你提到呢 幾個這麼著名的劇目當中呢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裡面的包含元素呢 都是有很多悲歡離合 很多衝擊啊 所以才這麼受歡迎 那麼吸引觀眾呢 其實我們昆曲的劇目啊 它其實全部也都是來自於生活的 比方我們的才子佳人啊 帝王將相啊 這些跌宕伏的這些人物啊 其實都是從我們生活中來 所以為什麼久遠不衰呢 就是我們跟我們生活 看上去好像很遙遠的年代 其實它演出來就跟我們生活中一樣 所以距離是很近的 老師啊其實昆曲呢 是用什麼語言去演唱的 昆曲啊主要是使用中周韵 我們中周韵 昆曲有分北曲跟南曲 那北曲呢 我們是有這個五聲音階 就是Do Re Mi Fa Sol La Si 那麼它這個最主要是參考什麼呢 就是參考叫中原音韵一書 為北曲而做 以這個為準則 那麼南曲呢 它是五聲音階 就是Do Re Mi 那個發沒有的 然後Sol La Si也沒有的 所以它只有五聲 那麼這個根據什麼 什麼明朝的叫洪武正韻 和那個清朝的 沈承林的韻學綠珠 你看我們這麼早的 六百年前就已經有了這些字典 它是活化史 我們是根據這些東西 來知道那個年代的人 是怎麼發生的 不如跟我們示範一下 好啊 那麼我現在示範一下 叫做油圓裡面的 不道圓裡面正知春色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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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用蘇白和常俗化的 這是小丑會特有的一種語言 好有趣 好有趣 麻煩一下盈老師先 其實這個坤曲 有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還很想了解 一集似乎都是說不完 下一集到座人間 我們繼續歡迎盈老師 跟我們介紹多些坤曲的特色 好有趣